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一下我们还是一样同修自由台 那四点钟我们今天有点心可以吃 今天的点心是萝卜丝饼 我们的汤点专业精心制作萝卜丝饼 那我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这一节主持人萝卜丝饼 各位董事务大家好 新年快乐 我是萝卜 其实今天要主持的时候 我今天很坚定 那时候一开始 我不知道这次我有做主持 所以萝卜丝饼就跟她说 你都没看到我们丢出来的讯息 我说什么东西啊 她说今年你有主持一堂同修分享 我说有吗 我怎么不知道 结果就赶快回去看讯息 我连上头是 萝卜是战狼的帽是我 我有个战狼说 怎么办 你可以帮我做丁主持吗 战狼 她就说你看 她躲起来 因为她说要帮我站台 本来我们两个是讨论到说 看可不可以两个一起主持 后来发现说 她其实早上可以很多东西跟大家讲 那我一想 下午我就自己来试试看 我必要的时候还是会提她上来 那个一开始 要说文修的时候 我想说 既然是董修大家文修嘛 要找人 对吗 因为以前我都是站在下午找起来的人 所以现在 我自己爱找人 第一次找人的时候 大家都很害羞的 都不敢 都说 要不要 你叫别人 你叫别人 我上次不要说过了 你不要找别人 结果第一次真的都没有人 没有人没有人 因为我都是拜了下午才来信参嘛 所以 我有想到一个方法 那这样好了 我们唱一首歌 然后每个人就是传球 就拿一个球 大家传 刺激一下 我不爱睡 看那球传到谁的手上 谁就上来分享 我原本是想到这个方法 可是后来还是觉得 这样子可能同修会更紧张 对 还是找人上来分享好了 最好 好不容易就是有几个同修 愿意让我 被我找上来分享 真的很感谢他们 那 再来就是 我先自己分享一下 我早上听到的一堂课程 就是Simon 讲的 那个人跟人之间的吸引力 还有那个碰撞的那个磁场 其实他讲的是那个物理的 那我现在是要讲命理的 就是 其实人跟人之间真的有那个磁场 那大家去想想看 我们从小到大写最多的是什么东西 我的名字 对 我们的名字 你看你从一开始要去念书 要去 要写学校的那个姓名的时候 一直到长大到现在 我们要签任何的东西 都是要我们的姓名 所以名字他带给我们的磁场 其实就是最大的 就是愿名字有笔画 那笔画就是磁场 就是他有数字跟古形 那这个数字跟古形 真的是可以造成 人跟人之间的磁场碰撞 因为你一个名字出来的时候 我举一个例子 就好像那个以前 古早上都是用相亲的 相亲就是这样坐着的 你看他 他看你 然后眼睛对眼睛的时候 突然这样当当 那个磁场就出来了 那可能如果拍电影的话 然后就是冒猩猩跟爱心出来 那以前我也听过 譬如说 大家都会金钟 要带一个伴去 结果是 那个不是最新的人去 看就对方最新的事 看就另外一个朋友 我那个 我就记得阿姑就是这样 我阿姑跟我孤单 那时候就是 最新来的 爱是陪他们的朋友去最新 你还知道 让我孤单去最新 然后就这样子就结婚了 所以人跟人之间的磁场 就是这样 你的名字算出来的五行 跟那个数字 就是会让你产生好感 或者是说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第一印象 那有的人会说 我跟他有那个 好像特别投缘 那那个就是他们 之间的磁场的影响 那为什么 你会特别怕这个人 还是你特别要想要照顾这个人 也是你们数字五行之间的 控状的影响 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跟 三文刚刚早上讲的那个 因为他讲的这个是 可能大家比较无法想象 那我们讲的这个是 比较实质性 可以算得出来的那种影响 所以这是我才去听到的 那个我的自己的感想 那再来呢 我的感想先讲到这边 我先让我们第一位想要 分享的童修 这个童修呢 他从一个新手的 带狗的经验 他以前都没有养过狗 然后一直到他 到圣山来 养医师要让他 开始照顾狗狗 开始 他就是从 还不了解狗 然后一直到现在 那个狗狗都非常听他的话 我们现在先介绍 战情童修 带来跟我们分享 那个带圣山五只狗狗的经验 我被告知说要来分享狗狗的经验 其实我很紧张 如果说我说的 如果你们有想要知道我们狗狗有什么事情 你们也可以 如果我没有讲到的话 你们也可以发问一下 这样子 或许比较可以互动 然后 比较不会睡着 希望我以下场的话 不会让你们睡着 好 先来说 因为 我们家 我小孩的时候 我就很快就住进那种 公寓的那个房子 一住就是住在五楼 所以 我们就是没有很多的空间 所以家里面就不可能说去养小狗 所以我们家 我就从小孩到我现在之前 在我吃小狗之前 我就从来没有养过什么小动物之类的 这样子 所以一下子 养医师说叫我要养狗的时候 有些人就知道我心里头是非常非常的反弹 我都不愿意去养 因为一养又是养五只 带回家 带回工作室那时候是两只 我就不愿意去养 这样就对了 这样 然后 你知道 从2014年 是冬天那个时候开始 陆陆续续就 翁来事先住在这边的 陆陆续续来了四只 第一个冬天 真的 有时候看到狗在发抖 我都不知道说 啊 那这是要怎么下手去解决他的问题 我就 有时候就会站在那边 就看着他一直发抖 然后因为有些人就告诉我说 狗也不怕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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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真的吗 那我就相信有经验人说的话 我们就没有特别去做什么样的动作 那可是因为我有两只小狗是带回我的工作室去的时候 然后 有经验的同修就告诉我说 只要铺那个地上有铺东西 铺那个毯子 就好了 可是很奇怪 就你铺上去 他也是睡在上面 但是他就一直咳嗽 那个阿珍 还小的时候就是会一直咳嗽 就好像家里面的小孩那个样子 就听着他 因为我他们睡在一楼 我睡在二楼 然后我就在二楼就听见他 我老板一滴扫 一滴扫 我在楼上 呆都呆不住了 说是很受不了 说怎么会这样一直咳嗽 那我们很直觉的就是说 那就是冷嘛 要给他多加被子 或者说多加那个保暖的东西 那时候因为我没有养过狗 我完全没有那些东西 我只好 就刚好我有一条那个棉被 我就拿下去把阿珍包起来 结果真的包了以后 他就不再咳嗽了 我就 狗狗咪咪就是会冷嘛 怎么说狗狗是会冷 然后这时候我就 我就开始一直 我就问在余说 那这样子怎么办啊 要比如说买一些东西 他就会开始丢一些那个网站 有那个网路上面买那个狗狗的东西 就这样 我一开始丢给我以后 我就开始看 然后他还丢那个书给我看 这样子 才慢慢的 等于说一步一步的 就是说知道怎么样去跟这个狗狗相处 这样子 这样一步一步来 然后因为阿珍 你知道他来的时候就是去年的冬天 他只有四个月而已 还算是那个很小的狗 然后在那个工作室的那个 算是那个房间里面 就四处大小便 那我就会很头痛 而且他大小便之后 他还会再用他的脚再去踩 踩了以后 再再死鬼 再去闻 这样就是了 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又没有养过狗 真的都不知道要怎样去 但是说纠正他这样子的行为 他也是 赶快说 赞你赞你赞你啊 这样子怎么办啊 然后整个屋子又很臭 然后又是怎样怎样的 然后我给他包那个棉被 也是有时候他会 晚上会起来大小便的时候 起来的时候他又睡不回去了 那有的时候是他自己真的很冷 所以他就在那个棉被的旁边 就大小便了这样子 就把那个棉被都弄脏了 所以这样子一整个的那个 一整个那个冬天 去年那个冬天 就是在搞阿珍真心小狗 就晚上回到家 就一定要想办法说看 喔怎么样帮他 反正怎么处理他 他怎么让那个房子不会臭 然后那个被子要怎么用 就绞尽脑汁就一直在 这就是在重用那些狗狗 用大便 然后一直训练他们的大小便 不要让他们在屋子大小便 或者是说 在屋子里面的固定的哪一个地方 他大小便这样子 那在于这个时候 就是提供我很好的经验 什么什么的 然后好 如果他大小便了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去给他清洁 这样子一个 那去年的冬天 其实是很精彩的 然后有了去年冬天的经验之后 那夏天当然就比较 比较没有什么困难 夏天的话就是狗狗除虫 就是要帮他 因为我们的狗狗都是在外面跑的 比较容易去 就是说有跳蚤之类的 或什么鼓鼻那种 然后要帮他做清洁 这样子 夏天比较要注重这些 然后到今年冬天的时候 我就比较有一点经验说 那要怎么样让这些狗狗 就是说冬天的时候睡的比较暖 这样子 这也是累积了去年 这样子一年的经验来 然后今年的话冬天就比较好 然后杨益师又刚好说 今年的冬天让他们来圣山 因为希望他们以后不要在工作室 就是轮流 然后要比较多的时候都是在圣山 就是他们是圣山守护权 要守护圣山 我又再把他们带过来 因为你知道带圣山的 他们睡的是外面 等于就是像我们露营一样 这样睡在外面的时候 那也是想尽办法要怎么样 要让他们可以保暖 要让他们可以保暖 因为你看像我们人睡在 就说我们睡在宿舍就好 窗户都要关起来 没要关起来 然后还要盖大棉被 那狗狗又睡在户外 对不对 睡在户外那时候 我就真的就 有时候我手伸进去他的狗屋里面 我都觉得会凉凉的 我就知道他们没有干好 就会冷就对了 就要想办法让他们保暖 就是我今年这个冬天 比较伤脑筋的问题 这样子 那我们这五只小狗 就大家都很熟悉 有那个欧莱 他是狗王 他是属木的 然后来福 他是属金的 这个是有亚历斯有依照他们的个性 有他的那个属性 那Lisa是水的 所以你看Lisa他这只狗就是比较属女型 然后就经常就在这个 也不会跑很远 就在这个圣殿这边附近而已 也不会很出炉 然后阿珍就是属于土的个性 所以阿珍他非常的负责任这样子 然后拼命的守护圣山 然后又很敏感 所以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好像 他特别的会叫或者是特别的会怎么样这样子 再来就是小莉 小莉是属火的 大家对小莉都不陌生 因为很多人都被小莉咬过 其实从我慢慢自己养这些小狗 跟这些小狗接触以后 我觉得小莉是一个很守规矩的小狗 你给他多少的饭 他那个碗他就是会把他吃光光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吃饭 我就是吃这个碗 然后你要倒饲料在这个里面 然后我才吃 对不对 不会跟其他的小狗这样 那时候我等一下吃那个碗 等一下我吃完了 就要跑去吃别人的碗里面的东西 小莉就不会比较不会这样 而且我是觉得小莉也还蛮聪明的 因为小莉的身体可能不是很好 所以她睡在狗屋里面 刚开始算是秋天的时候 她有会冷 那她睡在那个Lisa的旁边 她就晚上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风吹草 然后Lisa就会冲出她的狗屋 然后瘩瘩瘩瘩瘩瘩 然后这个时候小莉就很快冲进那个Lisa的狗屋去睡 因为Lisa的狗屋被温暖 她就抢到了Lisa的狗屋 这样子 欸你怎么这么聪明 然后我身手进去摸那个小莉的狗屋 她的狗屋就是冷冷的 Lisa回来了 哇她的狗屋被人家暂去了 那怎么办 她就也只好在去睡小莉的狗屋这样子 你看就这些小狗真的很都很可爱 还有一次小莉就是 赞宜一直在喂小莉吃东西 可是其他只狗就一直也是要抢 抢着要吃嘛 那小莉就突然之间就 嗡嗡嗡嗡就跑走了 你知道就跑到旺凤池那边跑过去 结果赞宜也说很奇怪 她怎么突然间嗡嗡嗡就 因为她一叫其他只狗就跟着就跑过去了 可是差不多30秒以后 小莉就自动跑回来 这样子她就可以 就一个人 然后就可以吃到东西 就不用跟其他只狗抢啊 对 对 所以小莉其实 可能她是比较怕生 比较怕人啊 所以她会对童修做一些 那个就是攻击性的行为 其实后来我发现到她 好像也不是像想象中那么 好像是那种个性样子 就还有一次 真的要几个就是 我们跟 赞亲的 赞亲有带小莉的那个小孩嘛 叫保虎回去养嘛 后来几个月之后 保虎就死掉了 然后我们就把 保虎 我们就跟赞亲 把那个保虎就是 放在那个酒婚府地嘛 那我们就大人就做事情啊 也没有顾虑到旁边什么 我就听见旁边有 这样好像就这样吵 这样稀稀素素 稀稀素素 我就跟那个 赞才走过去 我们也没有感觉什么 怎么小莉在旁边 是小莉在旁边 而且她那个眼眶就这样 好像哭红了一样 原来当时 那稀稀素素 就是她在旁边这样一直哭 因为保虎是她的小孩啊 我们说 她也会知道保虎是她的小孩 然后就在旁边就这样子一直哭 一直很舍不得 她的小孩死掉了 那我们看了 都觉得真的很感动 说她真的知道吗 她很有那个情 这样子就是啊 我是觉得说 自己大人看了 都觉得说很感动这样子 其实她不像说 我们平常看见她 这样子说 好像很会咬人啊 或者是说 都怕也都不愿意人家接近的 其实 对我就对小 我慢慢接触到小莉以后 我就对她就 就是比较 不会说在以前的那想法 而且大家会发现她越来 越愿意跟我们同修 比如说会 会跟狗狗一起玩的 然后 会拿同修手上的东西吃 就是会靠近我们人了这样子 就是后来我发现到小莉 从以前到现在这样一次一次的改变 一次一次的改变这样子 好 那以上是我讲的 有没有同修 有什么 有什么 对我们狗狗 有什么想要知道 弄好吗 过程中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最困难的 最困难的当然是你要狗狗认同你 就是说她会听你的话 她愿意听你的话这样子 就像是来福 我是觉得来福就 这是书上说的 书上说狗狗会去舔你的手 会去用舌头 要给你紧 表示说她是认同你是我的主人 她说你比较大我比较小的时候 她就会听主人的话 可是我就发现到来福不会 她从来没有舔过我的手 我的手伸进去 对她从来没有 所以我也发现到她 就等于她是说 你只不过是要给我吃 她是说你只不过是帮我 弄吃饭的用人这样子而已 她是这样看你 因为她是老大 狗狗是那个阶级制度的社会 那狗狗是老大 那你只不过是 给我吃饭的用人而已 我没有对她没有占到那个 好像说至高点 这样就是我 我不是她的老大吗 这样子 那你其他的小狗像 Lisa也会 那个小丽也舔过我的手 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我是觉得 我跟小丽还蛮能够沟通 虽然她 她是会看见人就会跑 她不是说像Lisa那样子 或是说像阿贞会这样 爱着你像我们一般 像那个狗 像哈巴狗这样子 她不是那样子 但是她有舔过我的手这样子 然后她睡在狗屋里面 我伸手进去的时候 她不会咬我 她就好像就说她会接受我 这样子 可是那个来福我就觉得 她不会 她只不过是把我当成 给她送饭的用人而已 所以这一点我是还要再继续努力 今年的冬天因为有经验 我就在塑胶狗屋里面 因为你知道他们是睡在这边的 甚至睡在荒郊野外 跟外面的空气就是直接接触 我也一直想说 那怎么样可以让那个风 不要这样直接吹到那个狗的身上 我就在她塑胶狗屋的里面 就想了说 起先秋天的时候 还有那个初冬的时候 你手伸进那个塑胶狗屋里 你还是觉得暖暖的 可是真的那寒流来的时候 会说你很冷的时候 你手伸进去狗屋真的是冷的了 那我就想那我要怎么样 再帮他们保暖这样子 后来我就想到了 里面就是放一个 再装一个 道具来了 再加一个来历就对了 然后让他们可以更暖和 这样子 吃饭来历 没有啦就是这样子 然后里面就是 一直都一定要给他们睡那个 算是说毯子这样子 不要让他们 你只有塑胶狗屋的时候 他不会保暖 那塑胶的东西不会保暖 所以我就里面再 要给他加一层那种 甚至布的那种 我是买那种 算是塞子狗屋 如果真的很冷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这样子把它塞 这里面都有毯子 我都是给他买这种毯子 睡这种毯子 可是实在讲他们也不要 最不行就是这样子 他们塞住了 我就想到办法就这样 整个 这样子很有效 你手这样伸 他们的头自己会这样伸出来 会在这边伸出来 然后你手伸进去 他的狗屋的时候 他这个时候 真的是很密封的 就是 他就这样塞住了 他就里面就很老 我那个狗 你伸手进去 那狗屋就是暖和的 这是我就是 一直祈祷 所以要让小狗狗暖和一点 或者你看 如果你是这样子 整个这样开的 然后你又是在 住在户外 是不是 他那个风是不是就这样 一直吹 然后他就会很冷啊 就像我 好像说在外面 煎冬风 晚上睡不好 白天是不是就很容易感冒 或是什么 可是我发现到 今年冬天狼他们睡这样子以后 他们感冒 就是没有感觉到 他们会感冒或是 怎样 而且我觉得 睡了这个狗屋 买这个狗屋之后 我觉得狗狗真的 比较听话 就好像说 你对他好 对不对 狼上睡得很暖和 他是有知觉的 他是知道的 因为他不会冷的嘛 所以现在狗狗 晚上有时候 我也都不管他 你去跑 反正天气很冷的 他就回来了 因为总没有地方 比这边更温暖 然后他自己就 咚咚咚就跑回来了 就不用我们在那边 因为有时候狗狗 他会叫 因为这边 沐浸也是有其他的狗 或是说也有一些野狗 狗狗会有一些 算是地盘观念 就说你跑到我的地盘来了 这样子 等一下我的眼睛 你跑进我的地盘来了 这样 然后就要把其他的狗赶走 或者是说 就会一直叫一直叫 他其实是在保护他 保护我们这个圣山 保护这边 其实有时候 就多包容一下他们 这样子吵闹 这样子 我是这样子认为 好 还有什么 不然 差不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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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赞祺同修 我们 圣山这五天到现在很幸福 因为我们圣山这么大 可以让他们走来走去 还让我们一起照顾到他们以后 从刚开始来很陌生 然后 而且他们是我们去 等于是洞宝那边把他们救回来 我们的狗都不是买的 我们都是去救那种流浪狗回来 因为他们都有天生带有使命 所以我有一次看到洞宝就是 他真正是整个圣山走这样孙 就是像初一那天我们来做法会 晚上很晚要回去了 他还没回来 就是狗狗四肢都回来睡觉了 就哎 洞宝骗人还没回来 他就说洞宝已经去孙孙 孙孙孙孙的他才会回来 所以他就是一只狗王 他非常有责任感 那接下来第二位同修 这位同修呢 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 他都常常面带笑容 就像弥勒佛一样 他也掌管我们大帝的钱财大计 我们欢迎战玉同修 大家好 我是战玉 说到我先補充一项刚才 我们开始要上明修班的时候 那五天到明修时 都在圣山狂奔运动 我们开始要上头 他们自动跑到那个 他们的窝里面去准备 不要跟我们一起上课 因为我阮里面有帝尾 这是我们想想的到 我分享一下一些 他琐碎点点滴滴的事情 我想分享说 因为我比较吃 要去杨医师的诊所拿出资料 他常常去 那我想分享一些 比如说去跟杨医师拿一些资料 然后一些看到的 很多的点点滴滴的事情 我有一个印象就是 我刚来大帝没多久的时候 那时候我开始在 接触到帐务的部分 那个时候 大帝有很多都是有油锅奉献 油锅奉献的部分 很多都是我们透过以前的 精进 不是精进 就是我们领修班 我们的颜錫营 对 进座班的时候那种学员的来参加 然后结业之后 他们会就是 就是会有按月奉献 然后就是 就是说 最低的话就是一个月按月奉献 一百块 那种 也那个时候 蛮多同修会就是 一个月按月奉献一百块的 用油锅的方式奉献 对的人账户 因为那时候 有开心接触账户 所以我觉得说账户很多 你知道 所以 如果接到油锅奉献的人 我们就要开收据 然后再邮寄给对方 收据的部分 有一次我就去跟他们说 他们说 他们说 我们这些油锅奉献 那种 很多都一百块一百块 我知道 我可以去跟对方 想对方说 麻烦 一年奉献一次就好 不要每个月奉献一百块 我很直觉的反应 就觉得 我说 就比如一百块一千二百块 跟一千二百块 意思是一样 我这么多作业 而且每个月寄出去 花时间 然后要贴五块钱的邮票 我就想 这样算了 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 邮局的败后 一笔是要十五块 我就在他 以经济的角度去寄送 我就在他认为延师说 你看他如果是奉献一百块 我说 那还要贴十五块 还要贴五块 油料钱 那这样就剩下八十块而已 这样 那是不说 咱们真美好就对了 那个时候我就有这样子 我当时的直觉的满意 我就觉得说 这可以 跟他建议这样子 节省我们的开销上 那是就随便说 你怎么知道 人家去邮局 跨过这个工作 他总共半天去那里奉献 这是人家的一种生意 你知道吗 那人说一个 自己很害羞 我说 你怎么这么厉害 就是说 这么利益 利益在考量这种事情 所以 从那时候我就觉得 洋医师他对很多的事情的观点 跟我们世俗的一些看法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我想你说 这么多年来 尤其我们资深的同修 会一直到现在 会留到现在的同修 大家都有感受到很多 洋医师到我们五行的部分 然后像刚才民土同修 也没有说 我们也很感谢洋医师 真的很多 我们所有人都一样的 让洋医师帮很多很多的忙 这点我是觉得 真的每个人都 应该都很清楚我们 我们受到洋医师的帮助的部分 当时我觉得 有时候去到洋医师的诊所 我经常看到洋医师 拿一支拖宝在路透 然后拿着蘑菇在那边插 包括叶语师也是 就是你会觉得 就是 叶语师也在那里描 你会觉得 一个 一个 一个这么大有能力的 一个老师 他帮助了那么多 那么多的人 很多的事情 然后 他不会 不会说 一直去讲 但是 他比如说 就像 你知道同修讲的 他会轻轻的跟你说 会你去做什么 很多 他直升的同修 一听就知道说 听到这一路 他已经很认真的去 去做 做洋医师交代的事情 其实 那个里面都有 你要不要讲 那个里面都有很深很深的含义在里面 我们如果想说 比较 就是说 那种应该说 顺服吧 就是说 比较顺服去 去接受洋医师感恩调的地方 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事情可以 可以帮我们 我们最受益的是我们自己 然后我分享一个前一阵子 我就 今天下午的位置 比较多人做 这样我就在台帝在跟我说 你姐姐 那座会是不是够败很多人 我说 他就不可以说 都会整个人过来 我说 要将近九十个人 他说 这样 我就是说 我们的医生是够败的 因为我们往年也都有这种情形 因为毕竟过年这个时间 甚至大家都比较忙 所以有时候 比较没有办法全程参加 然后 就是 我是觉得可以来到这里 参加这个严习营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 因为像之前 以前我说一说 他另外一个教派的那个 的灵修的宗教 他要办一个严习营 那个真的是老师共众 是非常非常 真的是很不简单 包括 就是他们 他们的所谓的仙佛 他们的尊敬的仙佛 还有人事各方面的都非常的 要有很多的心力才可以办成一致的灵修严习办 所以我觉得我们家是一个很方便的灵修严习营 大家应该更珍惜 可是可能有的人觉得 比较不知道说这个的好处 就是说对我们自己是最有益处的 大家比较不知道说应该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天我我认一个电视上看到一个一个木道的那个基督教他的一个牧师在讲一个故事 他就说那个牧师目前是六十几岁的 一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决定说他要做木道的工作 那天他就说圣经来面有一段故事 就是说一个门徒他要去跟随耶稣 他觉得耶稣是他真正的老师 他一定要去跟随他的地方 那天他就去找耶稣 耶稣就说好你来跟随我 那天门徒就说 哎 听一下他说出这地方 他就说 哎 老师 请你用我 等他去把我老婆安葬了 我再来跟随你 哎 那人就是 他的意思不是说他老婆已经死去了 只是说 他的意思是说 他老婆要记住 然后他希望说 他回去把安 就是奉赛他爸爸到终老之后 他才来跟随耶稣 那天门耶稣才会说一句话 就让死人去埋葬死人 你不用挂律 你来跟随我 那个意思就是说 所谓死人 所谓死人 他就是说 你们爸爸 他也要写死 死去的时候 死去的时候 主人就安排 你们要挂律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然后那个老师 本来就说这个事情 他说 他那年纯26岁的时候 要决定要募到 他说 我也是像这个门徒一样 跟这个门徒一样的意思 我就是回去安保我的老婆 后我再来从事募到这个工作 他募到四十几年了 他老婆今年九十几岁 他说我老婆现在要见赞 他意思就是说 如果真的每个人不及时下定决心 来做你认为非常有意义的时候 时间很快他就会错过 而且我们会 可能错过的时候 他那个时点错过你 觉得你的一生的意义 可能也都消失了 我来分享大家 谢谢 谢谢赞玉同修 其实我们正经受到杨医师 很大的恩惠 应该是每个人都有感受到 台湾是让我们的 还有杨医师带我们的 虽然说我们现在在这些胸口 但是杨医师可能在家 他开始在跟我们 看些人有来 要跟他们做什么事情 无限的影响 再来下一位同修是 我的印象就是 他的日本非常好 我们有贵宾 都是他 有日本来的贵宾 都是他在做翻译 听说他自己有在学音部 还有画博画 这个我以前都不知道 我真的是后来听赞玉讲才知道 我最后就是他到这个年会 还可以编FB做连结 最近是很厉害 那欢迎赞思同修 谢谢您 谢谢 我们第三年 打起来 杨医师师 大夫同书跟我说到那里面好 那个大夫孺 是老外好 各位同书 大家好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跟他说 我們生山開始有一個人的事 就是照顧照通修 跟明澤 跟明浩 他們就跟我們說 生山 我說 我家基本上最多 這麼多 這麼多 生山是幾個人 生山說 生山有十四、五個 說 哇 你要來看啊 因為媽媽也支到這麼多人 所以他經營照 開車 載號 載名號 載名車 關西爺駱 來相山 一個禮拜都來幾次 兩次 一次是拜師 另外一次是禮拜 那時候這樣來的時候 有一天有一個臨場 就帶了一群人 現在都在我們這裡 鳳天八天明他的同鄉社長 他們就來 我就跟他說 那時候就已經到了 我說你吃東西 對 我們這些都是所謂的人 都沒有那個 你不知道他學的 我就請他們吃 他們就吃 他就說 喔 很好吃 他就問我 這是菜筷子 說在外面那裡煮 那時候又沒有風池 那裡都煮菜 我說 疲惱而已 我說 這些都油漬 所以你安心吃 都沒有放浪油 就這樣 要吃東西 就帶他去聖杯椎士牆去 來導人去那裡 到許燕廠那裡的時候 他說 喔 這麼坦坦 又在這個椎士杯那裡 看到山 看到八天明明 他說 這樣我來管理一個同鄉 他就這樣想了 就這樣說 我說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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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都沒有把他放在身上 沒想到說 他真正的 他就說 嗯 他就說 嗯 如果過了 我還會帶人來 我說 好好好 因為很客套 他就說 好啦 好啦 我想說 可能你會帶一堆人來 他說 會啦 我會帶人來 還不來經過幾個月了 他真的就通常說 他要來 要來租三個吃飯 他說 哇 起來了 現在是要做什麼給他吃 民豪說 欸 這樣就會吃飯 我說 好啦 那不然我再跟民豪說 要用什麼 我說 我們應該給他吃他 日本母的東西吧 他說 要吃什麼 警察日本母 三三個 漢字好 日本人也不來吃 還說 這些都不行 我說 還說 炒米粉 還說 炒米粉 還說 讚民族的 他的最拿手的那些娘 就要麻煩他 那些娘 我們如果要做 他們不會贏 他們是日本人 他們那些娘的料理 他們會很勞 就這樣說 我說 嗯 但就把他做出事來給他吃 他說 要做什麼 他說 啊 日本沒有孫子 我們現在就來出事來孫子 一孫子 再來 他沒有人做菜頭貝 我們來做菜頭貝 煎菜頭貝的房間 他就說 還說 這樣 還要進行 現在要排在家 就排在我們現在都在吃餐 就排在那裡 說 只在那裡 這樣不好看得到 啊 結果 陳秘師兄 改靠他的心 這條書 腳步 來出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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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那裡 不知道什麼人 在那裡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想起來 所以 在那裡 有很多東西 還要再補充 這樣要怎麼 就說 好 如果我們來的 要再補充 還要用錢 就這樣 用用錢 好 又有童修來了 拿 他們酒 拿 山葉 那都是一部分 還拿 那時候還在出 那時候 就整個都拜拜 很老了 然後 那邊 又有人過了 走他們 就這樣 就這樣 老婆坐坐 這樣 讓他們很安靜 下去 真正後來 小長度 真正關 那個 霸天爺爺的童修 這樣 喇喇喇 因為 很多童修 也說 有六花時間 要把他們學習一遍 謝謝 謝謝 讚師阿姨 說的是 日本人吃素 因為我有一個唐妹 嫁去日本 他也是吃素 他從很年輕 就開始吃 他說 其實我們台灣吃素 正常是比較浪費 他說我們台灣吃素的東西 很多 他在日本 都自己要去找 他現在就是看 因為都是FB 就看我看聖三日 我們連結聖三日記 他說 他看我們做什麼好料理 他把他學起來 他自己點在家裡 就可以做 所以進行性酸的授飾 進行很好吃 也沒想到 日本人來 算他看我們性酸 建設成這樣 他後來奉獻 巴田宇 他的銅像 還有營灰 Sakura Sakura這張開得很漂亮 再來 下一位同修是 他的部落格很精彩 那時候沒有FB的時候 我們經常追蹤他的部落格 他的文章這年寫得很好 現在是 有自己的FB之後 他也常常寫一些文章 還有聽說 他的聖三日記 竟然一個禮拜 可以寫三天出來 我們歡迎敏煥同修 各位好 我是敏煥 我待會兒也要請民徒 幫他道告白 因為我沒有什麼準備 民徒 總共夠了 我聖三日記就是 就是親像亞里斯 亞里斯 我就分享最近的 亞里斯說 我們送禪媽媽都是得到的 在哪裡 我想說 這樣就是在哪裡 奇怪 這樣就是在哪裡 想到 為什麼送禪完畢 就可以得到 後來有一天 我們就把戰群走到哪裡 然後我突然覺得說 就看那個 張教授講 張七郎 那個達成的故事 就是 他們當初 228的時候 那家屬 生活在這個 台灣這個社會上 又有人 人都用鯉子 他們往去看他 然後他們去討論 人都去遠離他們 他們很無助 然後我們台灣人就是被洗腦 告訴說 他們當時都是壞的人 他們都是政治 就是對國家有害的人 大家都遠離他 然後我們送禪媽媽 阿比總統也是有人 這樣洗腦 然後就是 講阿比總統 堂誤了 我們的自公媽媽 我們台灣的聖三 跟亞里斯帶領一下 要我們堅持 我們人權裡面去送禪 來捍衛我們台灣人 真正的人生的 那種勇氣到哪裡 原來送禪媽媽 這樣就在哪裡 因為站在弱勢 因為大家不敢敢 大家覺得害怕 我們台灣人的勇氣 站起來 來幫助我們受難的台灣人 所以我們送禪媽媽就在哪裡 那是因為我怕九分台的事 那個事 然後我請那個民主 就把我分享一下 他們阿孫的貴 那我會得及的貴點 知道嗎 各位同修午安 到剛剛吃午餐的時候 這個美貫同修 要我來跟大家 要我來跟大家做個見證 那我現在就想講 我外孫女 這兩次已經都有跟你講過了 那我去做一個見證 就是我那個外孫女 她現在是國三 她在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畢業旅行 再去一個遊樂園 三天兩夜 然後回來的時候 剛好是在星期日的晚上 然後她一回來的時候 她就說她很累 她吃不下 那我女兒就說 叫她去睡覺 洗個澡去睡覺 她就沒吃東西 然後我就說 啊 怎麼這樣子就吃不下 結果那麼累了 我女兒就說 嗯 可能是肉館 就這樣 然後連續呢 因為那也是在星期日 結果連續四天 到星期四的時候 都沒吃東西 最多一天就是喝一小杯牛奶 你就都不吃 整天在睡 然後到星期四的時候 我女婿 星期四晚上的時候 我女婿就跟我說 她要幫她括號 到台大檢查 因為我那個女婿 是台大嘉義課主任 那我那個親家的外公 就是我們這個外面那個 台灣省華媽典 那個台灣省華媽典 因為他們 大概都是醫師 因為我女婿也跟我親家 他們就講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所以就排在星期五 他們就到台大去檢查 然後檢查那個主治醫師 就說 這個紅主任的女兒 我要細心一點 他檢查得很詳細 但是真的是檢查沒有什麼病 然後我 因為我那個親家 他們是不信神的 不信這些不行的 他就跟我女兒說 你媽媽他們比較相信這些 看他知道有人不太怕嗎 然後我那一天想說 也不對勁 我就跟 在星期五的時候 就在紅漾東 星期五當天 我那個外孫女 就到台大去檢查 那也沒問題 那星期五傍晚 我就打電話給楊醫師 我說楊醫師 你能不能麻煩看一下 楊醫師說 好 你就念個經 然後我來看一下 然後就在星期六的時候 我一來 我就在我們那個廚房那裡 楊醫師就跟我招手 我就走過來 楊醫師就說 我要告訴你 你們洪玉婷的事 就是我那個外孫女 我說 什麼事 他說 我去延人網 那裡把他帶回來 我說 他才十一歲 就這樣講 楊醫師說 現在很多都是 只有來過一下子而已 出生就只有過一下子 不一定時候要到幾歲 楊醫師就說 當然 這個 如果他慢了一個禮拜的話 要怎麼帶都帶不回來 楊醫師就這樣講 我說 楊醫師真的謝謝你 我不是我要怎麼感謝你 楊醫師就說 沒有 我告訴你 這個 要帶回來呢 也是要先查功德 所以我現在就是在講 這個功德很重要 因為 他說 小孩子還小 他可能沒有做到很大的功德 沒有做什麼功德 但是就從祖先開始查 原來他算我女婿的兒子 就是媽媽 他們就有在做 我在想應該是這樣 當然 楊醫師一定是幫了很多很多的忙 當然是不可能 所以可能有很多事情 因為我認識楊醫師三十幾年 很多事情 我真的是親身體驗到 也親眼看到 親老聽到太多太多的事情 實在今天時間也很有限 而且是臨時 他跟我講我也沒有準備 所以我就告訴你說 楊醫師就說 那就把他帶回來 我說 那現在就好了嗎 楊醫師說 對啊 就帶回來了 他說 我說 但現在都不吃東西 他說沒關係 接下來就慢慢 他就會吃 就真的喔 就從那天開始之後 我那個外孫女 他就開始吃東西 他就開始不睡 就這樣 連續五天都不吃東西 他是比我高 因為我已經很胖了 他又比我胖 又比我高 結果他那五天瘦下來 他是比我瘦 就這樣 好 可以講幾代道 那我再講一個 也是我孫女 我剛剛講出我大女兒 然後我講我大兒子的 好像楊醫師有在訪會上有講過 所以我是來做一個見證 就是有一天呢 我兒子就在晚上 他就跟我Line 就說 我要送疫情到急診室去 我那個時候我就好緊張喔 因為我兒子在美國也是醫師 然後我那個媳婦也是醫師 為什麼孩子一定要送急診室 我就好緊張 然後我就說為什麼為什麼 這樣 但我兒子就都沒在會 我一直在賴他 打電話也沒接 我就緊張的不得了 我說糟糕 兩個都是醫師 孩子要送急診室 然後我就好緊張 我就趕快找 打電話找楊羅 我現在一下子找不到楊醫師電話 趕快幫我找楊醫師 他說什麼事 我說我也不知道什麼事 已經送急診室 一定是很緊急 因為兩個父母都是醫師嘛 沒有送急診室 當然是很緊急 所以 所以我就跟我說 我幫你找到楊醫師 楊醫師說 叫他直接E-mail給他 我說我就找不到我 那是怎麼辦 就這樣 然後就沒辦法 然後我就跟他賴他說 如果你看得到 你就E-mail給楊醫師 到底是什麼事 結果到第二天早上起來 我兒子就賴他回來 他就跟我FaceTime 就說 我媽媽好了啦 我說 那到底什麼事 他說 發燒啊 發燒不對啊 我說為什麼 他說 癌症患病毒性的肺炎 我說對啊 我剛剛有打電話給楊醫師 我說你們兩個是走帶孩子 帶到病毒性肺炎 就是 我說楊醫師跟我說 他整個肺部 就是有很多地方都是白色 就是會熱磨積水 然後我也很生氣 但是說實在 我那個時候 就有點要求證的那種感覺 我就說 楊醫師跟我說 熱磨積水對不對 我兒子就馬上 因為那個時候他在上班 他就馬上就用他的X包片 就傳給我看 他就真的 就在照 這個都是 就是白色 我們 這好就都是白色 就不是透明的 我說 那怎麼會放到這樣子 對 這個事情有很多啦 所以我就說 安安 現在怎麼樣 我老師說 好啊 我說 那怎麼可能 我說怎麼可能 你發燒那麼多天 怎麼可能說一下子就好 因為我們剛剛這樣子講 我們就可以馬上驗證到什麼 楊醫師在台灣 我兒子在LA 然後呢 楊醫師也沒有接到什麼 也沒有跟我兒子接觸到 但是楊醫師他就提領出去了 他馬上就診斷出 我那個外孫女是病毒性肺炎 然後也知道他的熱磨都積水了 然後楊醫師 後來我才知道楊醫師去幫他換你 楊醫師都可以吸了 所以楊醫師就幫他換你 結果我說 那醫院怎麼處理 我兒子就說 幫他打了一支IM 就是我們打一支肌肉而已 我說這樣就好了嗎 我說沒有退燒嗎 他說沒有 我說退了沒有 退了 所以我兒子就感激得不得了 我兒子就說他不曉得 要怎麼感謝楊醫師這個救命之恩 其實喔 我是認識楊醫師三十幾年啦 我們真的我們家 發生好多事都是楊醫師在幫忙的 真的要講 大概講三天都講過了 對 以後有空再跟大家慢慢分享 謝謝 孫女的顯化我知道 因為她的女兒住台北 我們曾經在台北的法會有碰過 也有帶女兒來 所以小朋友現在真的是長得很好 那時候有記得楊醫師也說過 就是我們有一次的林修班 楊醫師說他那時候去的時候 只要用一椒 大概有提的什麼椒 台灣省長 對 就是他直接用台灣省長這樣子 然後就從那個 炎王那邊把它帶出來 因為可能中間經歷有很多什麼 妖魔鬼怪之類的 那我們的台灣省長真的很好用 那再來下一位同修是一對姐妹 那我要請戰狼同修麻煩 我們要用訪問的方式 因為姐妹會害羞 真的會比較緊張 那讚波贊助 先跟大家問好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讚波 大家好我是讚助 大家好我是讚助 他們也有小孩 所以我們來聽聽看他們平常的生活 跟讚狼他們有小孩子 他們在看他們小孩子的那個日常生活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比較好奇的問題就是 爸爸已經回家了 沒關係 不要爆料就盡量爆料 你們還沒有到聖山來的時候 你們在家裡都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平常有空的時候都是禮拜六來 那之前禮拜六 都大部分在家裡休息 或者是爸爸會叫我們出去玩 或者是跟朋友出去這樣 那妹妹呢 然後有時候爸爸在家裡 然後有時候爸爸在家裡 要不然平常都在家裡 都在家裡 因為上原來以後都在家裡休息 因為上原來以後都在家裡休息 你們都怎麼休息 你們都怎麼休息 如果沒有什麼壓力的話 就去看電視 玩電腦 他們跟我們家小朋友非常不一樣 我們家就是手一台電腦 然後我們家過年也是這個樣子 我們家完全沒有過年的感覺 那個我曾經去在他們家看過 就一個書房 然後呢 那個四個人坐著 就可能各自看自己的電腦 然後各自手機這樣子 就四個人同一間那個書房裡面 是不是 那你們到聖山來之後 有什麼改變 因為都是禮拜六爸爸休息的時候 那我再怎麼來 我會這樣之前在講 我會這樣 可以男生在參加更多的活動 然後可以看到不同的事情這樣 我會這樣 就 學到的東西在學校又不一樣這樣子 在課本上是學不到的 看到一堆怪叔叔啊怪姑姑 我沒有那一堆怪我 看著我 可是我看到那兩個 在這裡真的是跟一般的小孩子 差很多 他們真的都很認真 一來都會自動掃頭膏 去廚房 掃什麼工 去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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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跑到山顶 一定会去山顶上面去扫地 我说 这些孩子是怎么会教的 怎么是这个不乖 我们家来完装 没了 每次我要教他们做的事情 要教到我身躯 你怎么教的 爸爸 不乖 赶快讲 我为什么拿一刀皮片在后面 赶快去做 赶快去做 他就说 就是该做是要做 可以帮什么就帮了 可以处理就处理 可是我也是这么讲 什么皮膚要教一下 赶快去 就会一直吹啊 其实他不吹 我们会自己去的 天生比较好的 比较乖 对啊 那你们来这里有没有同学知道说 你们在这边 圣山这边 知道 因为要约出去的时候 就是说 我笨去的时候 他就问我原因 然后就告诉他们 那有没有人觉得好奇 对啊 我有刚刚讲过 宋餐之前也讲过 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很兴起 这个年纪的小孩 应该大部分家里 如果不是这种 就是从小时这种焦虑的话 可能都没有 对 对 那再来就是你们考试 就是考试之前 因为想说考试嘛 会不会像以前我们都会求神拜佛啊 什么我都请出来了 然后你们会不会跟台湾神祈祷说 我现在要月考来 还是要顿考 期末考 什么考 那个台湾神马上帮我加持一下 我会 那妹妹呢 我说来不及看 你是说 你是说你都是临时报复交信的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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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会啊 他认为如果有什么会子啊 就就就没有办法 你 紧 他就十五年不完 所以就没有十几一句 不错了 我比较好 根本就不念 你 如果那个我之前有做一个录音 然后姐姐 妈妈 我在问姐姐说 那个送餐会不会影响功课 什么之类的 然后妈妈就在那边 笔笔笔笔笔笔 什么 他都读第一名吗 你都说真的是这样子 终上来 终上来 你不要这么客气 你那天跟我讲 一切一二这样子 真的是很厉害 那你们来圣山是第几年 三四年 那你们来这么久 有什么感想 就对这个信仰 对台湾神信仰 还有对你们在圣山做的事情 有什么特别的感想 还是觉得说 台湾神给你们特别的什么显化 让你们感触很深的 有一次在比赛 那个海选 然后在学校 然后就是 它是一个英文读者剧场 然后就是要抽角色 然后剩下的到最后 我去抽的时候 剩两个角色 一个是小孩 一个是剧人 然后我就想到 如果抽到剧人 我绝对不能演 然后我就一直跟台湾神 就说我真的很想要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 然后我抽起来的时候 我就打开 就是小孩 然后去比赛的时候 那个比赛的场地 然后我下车以后 我发现它是在总堂的对面 然后比赛结果也不错 这样 有名次 那妹妹呢 妹妹有什么特别的感想 还是要请姐姐帮忙爆料 小谷以前一下 她应该好像没什么 应该是我比较多 那你觉得妹妹 有没有什么改变 跟她以前还没来之前 有没有什么差别 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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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应该比较大方一点 没有那么雄涩 对啊 你要爆料什么姐姐的东西 可以跟大家讲的 姐姐说她有很多 帮我讲一下 就没有啦 生长大了 之前都是很严肃很凶啊 就不会 就把我跟弟弟在那边 我啊 现在比较贵 就是 会跟我们玩啊 现在 爱情就比较没有 自己比较大 嗯 以前比较大 老大都比较人数就对了 老大都比较人数就对了 因为平常都比较小 所以就自己脱着 你们两个差几岁 一岁 一岁 也才差一岁 那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情绪吗 希望我们可以继续一起 跟大家一起休息 然后每个礼拜都可以到生长 这样子 你很喜欢这个地方 可以拿到哪里去 嗯 那妹妹 我也是 为什么喜欢喜欢什么地方 哪些点让我喜欢 你来帮他报料一下 那都跟你们很好 对不对 一定有很多点可以 好啊 我喜欢去洗澡去静坐 对 因为我就是常常心静不下来 这样子 然后很容易就重新啊 所以有 如果有空 应该就会去静坐 所以 对 对 不容易 厉害 对 这个年纪能够静坐 嗯 爸爸在家里有时候会这样子替我坐 真的是跟我家的完全不合 哈哈哈 厉害 这个 我本来是一个有找爸爸出来 就是会想 那爸爸愿意事先回去 你爸爸有交代 你再帮他讲什么 爸爸就是说他 没有什么话 他就说他在这里做得很开心 然后也很感谢台湾神保佑我们成家 然后做梦也会笑 好 我们谢谢他们姐妹 谢谢 那个咕咕要不要上来爆料一下 爆料专线快点快点 咕咕不要 好 那我介绍下一位同修 这位同修呢 我其实刚开始认就是不是认识 没有说对他很熟悉的时候 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他是2008年 然后他给我的印象就是 讲话声音非常甜美 尤其是那一次大帝办那个外交言行 就是全程都要用英文报告 我们大帝好像就只办过那样一次 就是报告介绍台湾 那他就是全程要用英文讲 那我心想说 我的英文和你漏的 全部都听了 可是那个赞尹就是 你可以来看看来旁听啊 然后我那时候听到这个女生讲话的声音 就觉得 哇好厉害喔 她英文讲这么好 声音这么甜 然后长相这么可爱 我们欢迎战业同修 各位同修大家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要照顾一下这边的同修 因为头上大家都站在那边 所以我现在站得不来 然后刚战虎讲到2008年外交言行的时候 怎么会这么好 因为我今天可以本来想要早起 然后做一个call point 因为我这个人上来就是 走临时抱佛脚路线的就是我 比那两年前我曾经报告过两次 一次是台湾省人介绍 一次是介绍我们圣山的五种常见数目 那都是我当天早上凌晨五年起床 然后匆匆忙忙的大概做了两个小时 然后抱抱了十分钟这一种的 然后也获得大家的热力好评 非常感谢的给包容 我感激励 我就是要说回来这个2008年 就刚好我早上也想说 嗯那我也要来做一个power point 好了 因为我这个人说没有一个工具辅助的 我其实我会有一点就是手脚在抗刀 然后我早上就拿了2008年那时候外交演习的简报 想说来再来个拼拼凑凑一下 你那你也是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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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可以起来也是四点八点起来的情况 我再来做个简报 然后我就拿了2008年那时候简报 那时候我就是介绍台湾的多样性 其实我们的外交演习的主题应该是说 台湾要怎么在国际情势上 就是比较严肃国际观的议题 但是我那时候的简报是说 台湾有好吃的小吃啊 中秋节啊 花龙粥这种 对 因为我就是介绍说 我们有这个肉粽 珍珠奶茶是台湾之光之类的 然后那时候自己报告觉得 人们都说货币啊 外交经济 我在说这种 对 然后但是那时候 完工吧 好好有有有有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介绍简报 然后杨医师就告诉我们 我们回去看上一张 肉粽怎么说 珍珠奶茶怎么说 哦 就是那个简报也是跟人家很不一样 可能就是比较 对 嗯 就比较通俗 我 嗯 今天就是没有准备简报 我本来做了一些问答 但是后来想说 嗯 还是就没有做了 然后又收一收 但是今天早上 我听着大家同修的分享 我就觉得 哎 还蛮有心得的耶 嗯 因为啊 大家在说的就是说 嗯 我听起来的一个整合的心得就是说 大家同修哪有虔诚的心 向台湾心来激求 像我们三世代理的随理就是说 嗯 台湾国会听信嘛 如果我们有所祈求 就是可悉 真悲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说 如果大家的心来有祈求到我们的台湾心 激求的时候 嗯 心来也就是要做 努力的准备 这样大家先去可许则 这就是我听起来的一个综合的感想 因为台湾心要徐我们这个应允的时候 嗯 就是中间的人士 像我们人士之间就要打通很多关节 对吧 我们不是说 哎 你以往什么 你一个人的脊柔可能会牵涉到很多人 每一个人都是互相有羁绊的 所以要完成你这个应徐的时候呢 就是中间真的要有很多人 所以要经过很多 哎 无形的打通关节的努力 这样 我还有一个 比较好奇的就是 嗯 像我就是家族式的进入大地嘛 我对于呃 非家族式怎么进来大地的这个因缘 有这个因缘的同修我会觉得比较好奇 当初是怎么进入大地的 这是我比较好奇的 嗯 有一些是从那个那个静坐班 那时候静坐班 然后一直到现在十几年的同修 可是有一些 嗯 就是从那种传单看到天 那个静坐班 然后还可以一直留到现在的同修 都觉得 哇 那个这个因缘很深 这样 嗯 刚才就是说 嗯 我们大家以前的信用就是青春 嗯 阳光空气跟水一样 就是我们生活的必须比 它就是在我们生活的周遭 然后看似平凡 可是它是你每天都必须要的东西 你没有水就没有办法生活 然后呢 这就是 嗯 对 我在这边应该也是蛮久了 对 对 一些感受啊 一些感想 跟随台湾神的信仰 那我有 嗯 有做几个很小的小小的题目 啊 这些题目我相信在 常常来宣传的同修 还是去 嗯 我们的同修都会知道 因为我 然后等一下会出六道题目 那这个题目呢 那这个题目呢 就是说 嗯 要 举出 在省上的景点 但是 我会先设几个选项 让大家去选 好 有哦 当然有哦 我的特色向来就是发小礼物 这样就很好 对 那我要讲一下这个小礼物呢 那它是从 嗯 我朋友去日本买糖啊 啊我个人是也蛮喜欢吃糖果 这个糖果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 因为它是 它叫小梅 虽然现在台湾也买得到 它是小梅子的梅 但是它是一个 嗯 它的包装就是说 一个恋人 对对方诉说的那个思念之情 它梅的包装 后面都有一句日文的话 这时候 你若不败 不要提问我们的赞斯阿姨 对 然后你就可以去问她说 哎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对恋人 它是写日文的 对恋人诉说的那种 嗯 想 对啊想念啊那种感情 那等一下如果答对的同学 就在听得到两颗 好 那这样大家比较活力一点 好 接着我要 我要这个出题了 所以等一下呢 我讲完这个题目 先不要 先不要讲答案 因为我一讲完题目 你们就已经知道答案 但是我要出选项 让你们选 好 好 大家准备好了 好 等一下我要讲完选项 然后说请举手 才可有 好 好 我们如果 尾声山的大门 你来 天车的这个地方 叫什么公民 还没 选项 A 民生广场 B 民有广场 C 民主公庭 请问 是哪里 一 一 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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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有六題啊 有六題 對不對 大家還有機會 那個我剛剛看到是公測 好 請 你主觀法 好 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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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請 兩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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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顆 三顆 哈哈 哈哈 那個 日文的句子 再請教一下 我們的戰司成就 好 再來 第二題 我們 在台灣新丹桃前 有一大片翠綠的草坪 在那片草坪上 有一個池塘 請問 這個池塘的名稱是什麼 選項 選項 龍池 B 麒麟池 C 鳳池 3 1 2 3 請搶答 好的 藏烏童兄 請 請回答 很好 答對了 好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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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題 我們情月的荊坪 有一個情 你有什麼知名叫做什麼 A A 318 和平中 B 823 咕咕中 C 228 自由間 123 請搶答 我們戰喚同學 C 228 自由間 答對了 太好了 還有最後三題 這條以前我們同學都有說到這個名字 我們如果要去勝利 平常走的坡道是有一條坡道 那另外一條比較挑戰級的坡道 請問那邊得不到叫什麼名字 1. 三分天主堂 2. 七分可怕 3. 九分伏地 請搶答 3. 九分伏地 好好好 3. 三分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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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答案是哪一個 9. 九分伏地 9. 九分伏地 好便宜喔 好便宜喔 好 這個也是限定版的 一包裡面只有兩顆是男生 所以你得到男生很特別 戀人都是女生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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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是 第五題 最後兩題真的比較難一點 真的比較難 好 好 我們臺灣勝算 開始的臺灣市內代表 都總有幾位 總共幾位 臺灣省代表 1. 三十五位 2. 四十九位 3. 三十位 請搶答 好 好 這個 這幾題 非常快 贊圖 請說 四十九位 好 大家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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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後一題囉 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真的真的真的比較難 真的 請問我們臺灣省代表 很好崩尾 四十九位代表 那其中就是我們要符合 今年陽年的這種氣氛 請問領頭陽的這個臺灣省的名 叫做什麼 A. 林哲生 B. 林茂生 C. 林花生 1. 2. 3 請搶答 好 我看到這個名美同學喔 來 搶 大餐 對 答對了 你的名字 林茂生 你棕樓園區喔 要去幫他贏 好 乾杯 乾杯 謝謝 謝謝 好的 我們 這樣六題已經結束囉 所以 非常感謝大家熱烈的參與 我喜歡那種有互動 然後真的不用準備太久 又那種 彼此爆火腳的 謝謝 謝謝 謝謝戰爺同修幫我們主持這一場 這麼歡樂的分享會喔 因為你看我們太太有默契了 2008年的千年到現在 那個 我會推薦你明年當主持人 一些 好那 那再接下來下一位喔 這個是我認識十幾年的同修 那我會進來也是因為那個 他太太的關係 他從以前在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就在電視台工作 然後一直到現在 他到聖山來工作 這中間的轉折真的差別很大 從以前那個 都是動頭腦在畫圖 然後到現在是身體力行在工作 我們歡迎張外同修 來跟你們看怎麼改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在外 那 每次喔 我聽到那個聖山 放那個 快樂農場 我總是會想到一個人 就是戰功 這首我曲子是他寫的 那我記得那一次我 他進來聖山的時候 然後我邀請他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他唱了一些歌 那蠻感人的 那要回想到現在的話 我就會想說 如果那時候 能夠多勉強他一下 來聖山做一些自貢的事情 我覺得可能的話 結果會是不一樣 因為他那一陣子突然是 心機梗塞就走了 那同樣的 因為我來到這裡 也差不多 差不多半年左右了 這半年當中的時候 我其實 我從進來的時候 我會看到 我常常多出我自己提醒我自己 就說 我來這裡 那麼久 那我要做什麼 我會提醒說 我現在是鑽石的人 但是我看到每個人的志工 就像上次來的時候 我剛來的時候 就所謂的白夜正殺橋 正在做 還有天梯的灌江 還有恩福地的獨木橋 這些大家很團結 大家都有一個一條心的感覺 然後我特別想到說 我絕對不能少助於他們 因為我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更何況我是鑽石 我拿了錢 那這種事情的話 我看到他們去付出的時候 我就有一種感動 就是說他們出錢又出力 又趕回這邊聖山 然後共同來維護 這是令人蠻欽佩佩的事情 那也就是說 在做這個過程當中 我看到了 然後大家這麼團結一致的 去把困難一一的解決 然後譬如說像外匠 大家都沒有經驗 但是大家都會想盡方法 把事情做到圓滿 那這個過程當中 我就看到了 為什麼我們做完了這些維護工作 很自然的我們影響了外在 外在的是什麼 就是選舉 突然發覺到 這一次大選 我們大聖 那這個大聖 我覺得就像討陽師講一句話 其實這個大聖 其實跟聖山的經營 有莫大的關係 如果聖山經營的話 就會影響外在的事情 那至於影響的程度的話 也許就是在我們每個人 都在一個中心點 就是法人的中心點 那我是這麼想 那前昨天死民 應該是前兩天死民來到聖山 他專門去看那個 正品的紀念碑 在正品紀念碑的時候 他特別有跟我提醒說 其實台灣聖山所有發生的事情 希望我能夠都記錄下來 為什麼 因為他說 因為我們所記錄的聖山 所有的一切 要變成台灣歷史的一部分 傳承 然後這點我覺得蠻感動 然後說 他又跟我講說 其實你們所做的一切 所有一切 都是跟他是一樣的 都是默默安安靜靜的 在為台灣這片土地 這片前途再打拼 所以我們在無形當中 其實你不自覺當中 其實你們已經成就了一種功德 所以說這種功德 那這種功德是 不畏求自我的苦報 而不斷的努力而成就出來的 那這件事我就突然想到 一個故事 就是達摩祖師的故事 有一次中國有一個皇帝 就是梁武帝 他問達摩祖師說 你看我這個國家 我治理不這麼好 所有的老百姓還有寺廟 在整個國家裡都變成佛教 連我都是吃災念佛 請問我有多大的功勞 達摩祖師看看他這句話 你沒有功勞 你沒有任何的功德 對不起 是功德 所以這點很重要的是說 當如果你一直想說 要做什麼功德的時候 其實相對的 這功德並不是真的存在的 就相對就把那個功德給抹滅掉了 所以台灣神其實教我們做很多事情 有些事情 是盡量我們自己去做 主動去做 那做了 那並不是說一定要你 非你不行 就沒有你 台灣神所掉在世紀的做法 不是 他是期待給大家 能夠主動自發性去完成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都會成長 成長去面對未來的世界 你可能發生的問題的時候 你怎麼擁有勇氣去面對它 這就是一種磨練和自己的承擔 能力的提升 那這就是另外的話 就是說我在特別 我印象都非常會警惕自己 就是說每個人都會有一種情緒的反應 有些事我也很想發脾氣 也很想生氣 為什麼自己總是做不好 那要不然就是說 我在情緒方面 我控制不了的時候 甚至我就會 所謂的抱怨幾下 到想抱怨幾下 但是我突然我都會想到一件事 當我在抱怨或是想要發脾氣 或情緒很小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一把火 會把你的功德全部消滅掉 然後我一定要想到 要很小心 要很謹慎 這是修行的一部分 不能因為你自己的抱怨 或者是口舌造成了一種 喬破人間事情的時候 你相對著你的口 你的所往常所做的功德 全部因非滅及 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同樣的 所以我進來 我記得晚上 我平常會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在晚上 我會反省自己說 我到底 我到底做了些什麼 是讓我自己 覺得說 在台灣神當初 我們在危急關頭的時候 我都 基本上我都有求 我都有祈求 身手向台灣神祈求 那我在那個祈求的時候 當下 我是不是曾經發過院 是不是發過院以後 回過頭來 時間久了 我忘記了 我要做什麼 那忘了做什麼的時候 後來你會覺得說 我做下去的事情 好像是 變成負擔 所以 久而久之 你會開始 去排擠它 去排斥 所以人有些時候 必須去 所謂去 所謂去 所謂去反省 反省我 我以前曾經 許下過什麼月 然後 我在危急關頭的時候 台灣神是怎麼幫我們的 在幫助的情況下 我真的到現在 我是做了多少 我付出了多少 能夠問心無愧 那我今天大概就是說 因為我個人 從 所謂應該是退休啦 其實退休來這裡 也是我一個願望 能夠繼續把我自己的 我能夠真的 真心真意全心全力 能夠付出 然後付出的時候 在這個聖山當中 它是一個舞台 讓我們 賠工利得的舞台 這個賠工的利得的舞台 甚至我 我能夠充分的把握 建立 然後幫自己的人生 更有價值 好 我答應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當外同修 那個 我看到真的很多 我們聖山的建設都是 我們很多同修最領先的 還有 我們那時候剛開始就是 換酒頭 換宿幹 什麼 聖山那時候剛開始的時候 跟現在他們在做的工作相比 真的是 還是有一點落差 我們現在才是更糟糕的工作 就是以前到的同修都最領在做 我們給這些同修一些掌聲 謝謝同修 謝謝同修 下一位是 他專門都在紀錄 聖山的生態 那 他的相機 會說話 我們請讚群同修上來分享 大家好 我是讚群 OK 沒有心理準備 因為我本來是跟他說 我做優異的 先讓其他同修 因為我都是一直 我六隻一直都有時間 來算什麼 其實我們聖山剛開始的時候 還在找地的時候 我記得是央醫師 我們聖山那一回 我有遇到 然後我有一些個人因素 就是我第一期的靈修班 我沒有參加 那時候我很後悔 可是 所以我下定決心說 第二期我一定要參加 第二期 那靈修班的時候 剛好就是 有一節各期 全部的人來聖山 走一遍 那時候有參與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心裡就是一直想要 要參與聖山 所以一開始我不對勾勢 我很煩惱 我後面我沒辦法參與 所以我 後來我就是有參加靈修班 然後聖山開始之後 我幾乎每週都有來 然後 台灣神讓我 午後固執有 因為那時候 我說錯了 因為我沒有準備得很好 不好意思 就是我 台灣神為了 要讓我可以 放心的走這條路 所以我 那時候 我有想到說 喔 我想要自己 自己買房子 那時候是自己的計畫 然後我就跟 我又跟妳 一直講說 我想要買房子 我要靠我自己的能力 買房子 然後我希望我安定之後 那台灣神也是 我要安定之後 我買房子也是台灣神的幫忙 買房子是 我覺得是一個很 台灣神給我很大的一個 範圍是 我在這 在買房子的前一年 人家是說好啊 你去買啊 你去看 然後我就好 好好去看 可是看老半天 我也是 就是看不到我 我中醫的房子 然後 然後看得很邪氣 因為剛開始買 我看的房子都很好 可是我沒有考慮到我自己的能力 問題 然後看的房子都是很好的 然後 可是那個是超出我的能力範圍的 然後 我碰到我的回心 我就想 算了 我放棄 就是心裡有點想說 嗯 放棄好了 我先 反正我就先再算三 專心做台灣神的工作 好 那一年的時間 我就是很認真 楊醫師說要超三 所以我那一年的時間 我很認真來勝算超三 然後 因為大家都沒有眼 因為我 我有時間 所以我就想 我有時間 我可以付出我的時間 所以我 每週六 我都來這邊超三 很認真的超三 不開始今天 有時候很孤單 對 覺得說 怎麼都自己一個 不過楊醫師就說要認真 要認真 就是你要承受那些孤單 那一段時間 我就是看楊醫師下來 天明系列 他裡面的鼓勵 鼓勵我們 就是你要在那個孤單裡面 找到你的 你的價值 裡面一直強調叫人愛情 你的心愛情 可是那段時間的那個情緒考驗非常大 然後中間又加上 楊醫師就有說 叫人要做實證 平殺實證 然後那一段是說 喔 楊醫師 反正楊醫師叫人做三 就做三 喔 實證 我們就做實證 然後你 那一段 你雖然有超三 可是你在走的過程 心情還是會很浮動 有時候會進不下來 或是說 你在沒來勝出 你的心是焦慮的 是焦慮的 然後你還是叫人做實證 我的做實證 然後你把實證放在你的手上 然後念明行咒這樣子 你就發現 我後來發現 欸 我的心靜下來了 所以你每天這樣做 做那個實證 到後來完成的時候 你就每天這樣做 它可以讓你心情平靜這樣 然後一段時間之後 我發現我的實證上面 我記得好像是八一八 南聖三法王的那個誕辰 之後隔沒多久 我發現我的實證上面 有那個腳印 很像是 很像台灣 就很像台灣 然後 因為他還是盡情有說過 因為那是聖三的石頭 然後他說石頭會有生命 剛才我也說 哪有可能生命 然後那個 後來 我看到那個腳印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喔 台灣先跟你說 你要有信心 就是你 你做這個實證 是有作用的 它有作用 可是我們看不到 但是有說那個實證 就是代表現身 然後 欸 不好意思 我不是說 我講草山 還講那個實證 因為這個都是有相關的 我在買房子前那一年 我就是每個禮拜六 都來聖三草山 然後有一天就 有營店那個月見草花的花瓣上面 有一天 我跟我們戰訓 還有我媽媽草山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看到那個花瓣上面 有一個愛心的符號 這個是露空的喔 那個愛心 我還用手摸 那個是露空的 然後就是說 欸 怎麼有這麼特別的賽啊 我因為 而且那個星座的很 很漂亮的完整 重搖的 不可能是那種形狀嘛 可是它 每一朵花瓣上面都有 好多個喔 欸 我有拍照 好像是2010年的4月 我有拍照放在我們的那個 阿弟的照片走廊上面 大家可以去拍 然後我就 那個之後 楊醫師有問我說 你戳好嗎 我戳一段 我說 因為我沒有去找房子 牙師有一次在 你開花瓣 就問我 你戳不好 你戳好嗎 我戳一段 我想說 嗯 那不是台灣星座安排好了 叫我趕去找人 就是叫我趕快進行的 然後我就想說 可能是這樣 然後我就跟台灣星庭 那個剛好是隔天 是禮拜天 我就跟台灣神說 好 我明天去找 因為時間 我自己覺得時間緊迫 我就跟台灣神說 台灣神 如果 那個是我要買房子 我媽媽要去找 你隨便讓我找到 啊 如果是我的家 你讓我隨便決定 我就這樣子 然後就跟台灣神評報 我就直接跟他評報 然後我跟台灣神說 台灣神我自己要去看 請台灣神不會我去 我就這樣子 因為我們詹俊無言 詹俊跟詹天那時候嘛 然後我就想說 這樣 我就相信 我那時候就是相信台灣神 會在我身邊 然後我就想去 當天我只有 我只有找兩間房子的訊息 第一間先去看 第一間就是太暗了 然後我不喜歡 那我感覺 那我感覺就是 大家是要自己說 先讓你看不好的 第一間才是要給你的 那你一看到就知道 真的 我現在住的那個房子 就是陽光 我那個照明很好 就我很喜歡 就是陽光很充足這樣子 一去一看我就很喜歡 然後我就 那天我就當場 我就先簽約了 然後就付定金這樣子 然後回去就是 就是感恩台灣神這樣 就是都 你就會覺得 心裡很篤定 就是相信那個是台灣神安排的 我就買下去就對了 就這樣子 所以這部房子 我很感恩台灣神 然後你會覺得說 台灣神會要讓 然後叫你 我們 我們今天這部房子 有我們的書名 就是 那種 一些事情要做嘛 所以台灣神 我神你 讓你神 讓你的那個 無後部之憂老 都是這樣神 然後之後我就是 還是很認真的的曹三 那曹三 我是感覺說 我 我 那個是我能做的 因為是操板的 我沒辦法 他還是一開始 是說 我們要臨修 所以我就是說 那曹三之後到 洗澡室打坐 然後這個是 禮拜天固定的 我到到現在 我都是 然後繼續 曹三 打坐 然後 念古 跟禮拜天 跟明煩 一起這樣子 就是有來的同學 我都會 就是還是持續做這些事情 還是繼續 然後 我覺得台灣神 在這個過程中 我會 我會一直記錄 我們生產的生物 還有蝴蝶花 那其實 真的很漂亮 那 還是 一個想法 就是 我是想說 我有當國人來 然後有些同學 因為在國外 或是說 有一些因素 就沒辦法 常常來玩 然後我就想說 啊 這個 我當作 我拍照之後 把相片 上傳到我們 大地網站的照片 做的人 沒辦法來到 生產的人 讓同學看 這樣 所以我去買的 心情是 我都會覺得說 這個都是很漂亮的 我希望透過我拍出來的照片 讓同學看 那是一個感動 我希望也是可以影響其他 其他 當然不是我們同學會 希望他們看到是感動 感動我們生產的東西 可以了解說台灣生產的東西 我是希望透過這個方式 一直做紀錄 不斷的做紀錄 所以我的想法 有100多集了 這樣子 也很感謝 不開始做的時候 覺得說 怎麼都沒人做 就是覺得 都我自己一個做的時候 會覺得很孤單 然後有時候也會 有時候心裡也會想說 嗯 不知道有人看我 有時候自己會覺得 會煩惱自己做得不好 然後 但是 然後我這樣想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台灣神會給你回應 就會突然有某個同學 會跟他說 你那天要什麼照片 很好 然後我就會知道說 這是台灣神給我的回應 你愛我是不是 就是 是這樣 所以我 我現在就是 牙醫師都不說 叫我要做什麼 因為我知道牙醫師 如果說 我親親的告訴你 你要去做什麼 做什麼 你就要做什麼 所以我的心裡的想法 是說 我不要讓牙醫師想 我愛做什麼 做什麼 我自己想 我愛做什麼 而且我想的是 我想要幫牙醫師分攤 就是至少 我們自己的事情 讓我們讓牙醫師 負擔那麼多 我自己這樣想 我希望說 我愛自己的事情 我們家屬的事情 我可以承擔 我可以自己承擔 我就自己承擔 然後我盡量 減少牙醫師的負擔 我是這樣想 因為牙醫師說 我們自己要當家做主 要抉擇承擔 我是這樣想 所以當我很難過 很痛苦的時候 我是說 身體不好 是如果都 因為我有跟台灣神說 台灣神如果是我可以承擔的 請給我我自己承擔 還有我家人的 家人的 我如果可以承擔 請給我承擔 所以我現在是 就是我每天都念十本經 十本 我 不好意思 因為我本來是十五本 然後後來就是 因為實在是 我的底線是十本 然後我如果十本 念完之後 我其他念的都是 不多念的 這是我給我自己的功課 這是我對我自己的要求 因為在念經的過程 我可以感受到說 因為我不舒服的時候 可是當我念完五本經之後 我的不舒服 不管情緒 或是身體 或是 不管什麼 頭欲目眩什麼的 你通通都不見了 就是很神奇 或是說 你一天都是想不到的時候 那五本經念完的時候 你想到要怎麼做了 所以我會不斷的一直念經 我每天給我自己的功課 那是我自己的功課 因為你要自己承擔 你要有那個能力 你要做功課 你才能承擔 你自己的事情 對吧 那承擔自己的事情之後 我希望我也可以幫忙 就是希望可以幫忙 就是為台灣神做一些事情 我是這樣想 所以剛開始 我有跟台灣神這樣說 就是我自己想要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有自己很多不同的體會 大家一起奮鬥 因為我來在聖山這樣子 跟大家在台灣神到這裡 跟同學們 我覺得很快樂 很開心 然後打剛剛 每天打剛剛做五一一的打擊 我想要繼續下去 跟大家一起 謝謝 你看你沒準備講那麼多這麼好 對不對 我們再開一次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 鄭群買的房子 他講的那個花朵的那個賽 他剛剛沒講出來 他們家的地址就叫愛心路 就是那個花朵 不是出現一個愛心嗎 他找到的房子就叫愛心路 就是很特別的一個征兆 那我們還有兩位同修 就把他分享完好了 再來下一位同修是 他專門要來爆料的 那他之前在寫那個扁餐日記 幫他安娘下來 他們安娘手機非常好 聽說 我聽有些人說 金衡偉的太太 都有在follow我們的送餐日記 我們歡迎贊策同修 趕快多放一些你安娘的料 因為你明天沒有被叫出來 各位同修大家好 我是贊代男孩子的贊策 這是我的小超 我稍微整理一下 趕快看我爸爸沒有衝過來 快點再討視他一下 快點兒 只要差不多給他一次 你有準備過了嗎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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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讲的是 本来我是跟那个战谱讲说我是暗装 就是没有被安排好要上台的 但是我就是借着这个机会 有些话想说这样 中间会抱我一下 我不得了 那个台湾它是收我养我的地方 那我当然就是被我爸爸妈照顾得很好 然后也被带领到台湾省的这条道路上 我真的在想说 我可以到这块土地 这块土地是我 乘用我的这块土地 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我现在开始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我就要先谢谢我人生中 目前是待最久的 也是工作最长的老板许识 那先把你倒下来的 我相信这个生命中的安排就是台湾省有它的意义啦 那在和许医生一起工作的时间中 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时间 让我增长见闻 短时间内看到许多 就让我成长很多 然后谢谢工作上的指导 还有许师对我的耐心 许师谢谢你 那我也谢谢我父母对我的理解 因为一开始我现在就是 我那时候想到说 我到底的人生中是不是应该做一些 对我这块土地上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那我就说我想要 我和他妈妈和我妈妈提到说 我想要去日本留学 当时我妈妈说到这一块土地上 当时不知道 刚开始跟他讲说 也是花一些时间跟他讲说 为什么要去啊 因为 虽然他 他就有说 一个女孩这样是这么大人 还要让他去国外 不知道当时 待会回来这样 不就是看不到 因为这个是1945年 然后日本战拜以来 那个台湾没有经过著名的决定 就方改台湾人的波及 所以我想要去追寻 嗯 追寻这个历史的原点 我觉得日本是我必须要踏上的土地 那时候 其实我本身就有在 那时候有在进修日文 然后我想说要去 那时候要想去日本念研究所 所以我就去参加日本留学考试 结果发觉这个程度差太多了 除了考上然后到小学生之后 你还必须要去找教授 而且还要写小论文 全部都是用日文 然后要跟日本教授沟通 我觉得我的程度还没有到那边 所以我就想说先去念日本语学上 先把自己的日文的程度 然后就练习到一个程度 就是练习到一个像你平常这样讲话这个样子 那时候我去参加日本留学试验 我就本来就把工作辞掉了 然后辞到就有念书 但是后来还是觉得那个 我觉得环境跟自己的程度有差 所以我想说换到一个全日语的环境 那后来我就是有申请到日本语学校 然后那个时候就准备一些要去日本的一些琐碎的事情 你们知道那个日本语 而且那时候我发觉说如果要去考研究所的话 还要准备一些像日本语学所可能会需要你的托福 或是托役的成绩 那有时候在开搜寻一些资料的时候 那个是他们都会讲说 你可能需要在台湾线考试 因为台湾的考试费有比较便宜 如果是托役的话 在台湾考试就是一千五百块 可是你知道台湾目前时薪才一百一十五 明年十月才会调到一百二 一百一千五百块除以一百一十五块的话 大概十二点多倍 就是以时薪来说 可是日本的托福 托役而已 还都要托福 多亿而已 他的费用是五千七百九十二块 他们的时薪算低一点 算八百五好了 比较低是大阪 还不是东京 你看他们才六倍多而已 所以真的台湾的生活费的金额 真的有比日本还便宜吗 这是不见得的 而且那时候我说 我想要去日本要买机票 然后他们就说 那个旅行社就说 我帮你订来回机票 这样子 我说不需要订来回机票 我就先订单程 然后回来是我在买 因为你买来回的时候 他有一年的限制 如果你一年内没有用掉的话 你就要去排队 然后他要去退票 要有手续费 然后他就说 可是你用学生票就便宜 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 因为今年可能是遇到樱花季 所以我要去日本的时候 那个票都已经买不到了 所以学生票就是已经排不到 你还要等候 那我就想说好吧 那就没关系 我就随便哪一家都可以就好 你就帮我买单程就好了 他一直给我看来回票 来回票的话 还就是学生票的一万六千多 而且如果是一般的话 不是学生票就要两万多块 这样子 然后他就问我说 你父亲要不要 我说父亲澎湖摔过 不要这样子 我就后来真的没有买 因为后来父亲这个 所以我就没有买父亲了 所以我在这边就是要 希望这块养我 身为养我的土地 还有台湾省这边 因为我被造型很好 所以如果真的是出去 那能够学有所成的话 也希望能够回馈我这块土地 然后后来当然抱一下 我阿姑的料不对 这是我最主要上来的目的 我阿姑不是这次都在感冒吗 你就平时会烧声烧声 然后他有一阵子 真的感冒得很严重 他就真的没什么声音 可是当你觉得 你要判断说 他到底感冒也不严重的话 或是身体真的很不舒服的话 你就听他声音 你如果说得很大声 表情都会起来 因为那天我听他 他就说他的眼状真的就没有声音 可是隔天之后 他在二楼讲话 我又听得很清楚了 我在三楼听得很清楚了 所以他那时候就是状况 就是状况比较好一点 他现在这样 他就是长时间就是感冒 但是没有很好 他其实还蛮有精神的 然后还有什么爆料呢 好 没关系 下次如果我有在写日记的话 然后我们在上面就抱我 阿父总阿爸的料 这样子 圣上日记 圣上日记 好 谢谢 好 谢谢各位同修 谢谢战车同修 那个战鹤大哥 现在可能从风水寺家转到家庄去 那个我们最后一位 要分享的同修是 他是原住民 然后呢 他是布农族的原住民 大家知道布农族最厉害的是什么 射箭 射箭 对 就是射箭 本来我还不知道是他告诉我 不过他的歌声也很好 像他妈妈唱歌也很好听 他妈妈就是日文很好 近一年又跟十年 回去上午 用日文再交谈 那那个战轻同修 来 你是压轴咯 我们欢迎战轻同修 先唱歌 先射箭 先射箭 大家早餐猪啊 戴话吧 我先别说射箭姿 各位同修大家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因为我刚肚子都还要跑过去吃 然后我跟妳讲 你阿妇在那边有听到 他还有听大妹 对 然后那个 五哥他说叫我上来分享 然后我其实我不太会拒绝 因为我觉得 不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别人的一个分享 是一个见证 可以造就一个人的心 当他在软弱的时候 常常一个人的分享 一个见证一句话 你就会鼓舞他的事情 让他重新再站起来 所以我不会拒绝 虽然有点紧张 因为 十几年了 就是我从十几岁 然后一直到现在四几岁 那是两一四 也快二十年 对 然后 因为那时候 因为我的个性就是 比较天真 比较还直气 想的不会很多 他跟我讲什么事 有时候我不会像战群 想的很深入 我就有时候会拼一拼 可是我并没有办法去 衍生出他为什么要这样跟你讲 跟你做 所以常常很多事情 就没有想到后面 所以有时候会承担一些痛 就是叫我去圣山的时候 我没去 可是我觉得就只是来 这个山坡地 有这么大的力量在里面 在驱动什么吗 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子 然后 那时候我经常来 我那时候为什么常来圣山 其实 为什么会吓成这样 我那时候就得恐慌症 我反正位置很开朗 那时候我经常来圣山 每天每天 那时候就认识 方车大哥 然后那时候就认识很多同修 其实是在发生那个事情的点 有就是在耳朵 有听到一个人跟我讲一句话 然后我去阳师那边的时候 我阳师跟我讲那个话 去印证到 然后就吓到我 吓到我的时候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可是在传统的模式 如果你有一些 无形上的事情 你会请人家计算 还是说花钱钱 人家帮你处理 然后就好像 你只要有钱 就是可以去处理 你应该就不用 还要自己花时间 还要去 譬如说要爬圣山 还是要做一些事情 当时的想法是很简单 因为那时候是怎么样 就是每天都没办法睡觉 每天长期 然后又打点滴 那时候我妈妈也有来 然后又很害怕 那时候不晓得变成恐慌症 然后就一个多月都这样打点滴 晚上没办法睡觉 要睡觉的时候 就会被噩梦吵起来 或者是你要睡的时候 就会 会被吵起来就对了 所以就都没什么睡觉 几乎没睡 那时候就是 牙医师跟我说 我觉得我应该有可能 我真的觉得我快撬掉了 可是我在撬掉 前一天我就想说 就算怎么了 我要去牙医师那边 跟他说谢谢他这段时间 这样照顾我 我是要去感谢他的 结果牙医师他 因为我很早就去那边等了 因为没睡觉嘛 然后长期了 然后连那个医生都跟我说 他说检查我没病 但是他不知道 为什么我没办法睡觉 其实是一次有一个点 让我很害怕 让我很害怕 面对那个生死的关头 我就很害怕 然后又晚上一直做噩梦 做噩梦的时候 我的台湾神场 我几天不知道 那台湾神场要怎么念 就是在那个梦境中 人家教我念 然后我就这样子打出去的时候 本来是两个人心 就这样化成无形 就不见 然后我才知道 台湾神场这样子念 所以我自己也很震撼 然后我就 就那个医生跟我说 要不然我去搜金好了 不然你这样 那医生就叫我搜金了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他这样子 讲的时候我就 然后我就跟 女孩子说 那医生叫我搜金 后来女孩子反而就叫我去 台湾神场有一个 看那个身心科的 他就叫女孩子 再来带我去 因为他说我这样长时间 没有办法睡觉不行 其实一直过了这么多年 我从2009年到现在 我到现在都不敢提 我这件曾经经历的 这一段事情 因为我很害怕 我很去触碰 其实很多同修会笑我很怕死 其实真的是 人络在刚强的时候 你没有到面对生死过头 除非你有很豁达的那种人生观 要不然当你去面对的时候 因为很害怕 你会舍不得家人 你舍不得你的孩子 舍不得你的先生 舍不得你的那个爸爸妈妈 是因为这样让你更软弱 然后那时候 我讲到哪里 莫忘记 然后就是这样 他叫我去看身心科 结果我一去的时候 里面的人都怪怪的 就算我去去办意姐那时候 每个人都怪怪的 能不能医生问我吃饱没 我去办意姐 有些同修可不得这个笑话 然后 那个身心科 然后你去去 因为我在外面就已经有听到人家说 就是说会有人跟他讲话 还是说会看到神 还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把他请先进去看的时候 他把我当成正常人 第一次我进去看的时候 我跟他讲一下我的经历 他就开始觉得我不正常了 他就开始跟我说 然后就开药 开药要给我吃 可是那个药吃了真的不舒服 因为他会开一些放松 你的放松的对不对 还有类似安眠药 然后就一样是很散 然后我刚说我会那个 就是会药过母河趴 可是很恐怖的是 你吃了那个药 还是睡不着的时候 你那个整个肌肉被放松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个气快没了 然后就这样一直很折腾 所以我就选择不要吃药 可是赞药很坏 他每次都叫我 你吃药 你吃药 可是很恐怖 然后他有一次自己吃了 因为他压力大 他就自己吃 他吃完之后觉得说真的 那吃完起来身体会不舒服 会很重 很累 后来我就不吃药 亚师就叫我每天来神上 每天长期有半年 可是我这样子一直不舒服快一年 快年当中赞药 他为了要就是陪伴我 然后来这边接受神的医治 然后就这样子都没有工作 完全没有工作 在完全没有工作之下 就是有把那个土地卖掉 因为我们本身就有一些贷款 那为了要让那个资金贷款 有办法继续这样打过去 那时候就是有把土地卖掉 卖掉然后赞药就这样全程 他陪伴我 然后照顾我 一直照顾到我好 然后前三年开美法店 我去开始看 我跟神说 我想要赚钱 因为会有经济压力 然后又赞药一直雇我 后来我三年前开店 开店之后 我大概第二年的时候 在洋洲去卖房子 然后很好笑的是 我已经二十几年没做美法店 我去看美法店 所以这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闲话 就是因为你太久没有接触人群 二十几年的技术 这当中很多我都没有学到 都全新 这都是全新的 不过我真的很谢谢一个同修 他可以有一个信心 因为我帮他剪一磕头 剪了一个下午 他还付我五百块 就是那个玉琪 他已经两次这样子了 因为以前我不太会剪 然后就剪一个头 就他那个头而已 就剪一个下午 在大地讲堂 剪一个下午 然后还给五百块 然后他一直赞美我说 你剪得很棒很棒 然后还有就是 以前在探红髮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剪 可是我跟台湾神说 神你带领我 你带领我 我真的不知道帮他剪了什么发型 然后真的 其实我觉得我剪错了 那个客人就会说很漂亮 就是这样子 一直就是觉得你好像做不太好 可是客人肯定你 慢慢慢慢一直冷静 那我有肯定了 还有就是 你们都知道我比较怕饿吗 可是有时候我继续很好 那个客人来啊 他累累的 我帮他服务之后 我就会突然肚子很饿 其实在做的时候 我就突然肚子很饿 然后那客人走不忍耐 我到后面就马上吃饭 一边吃饭一边念经 然后在以后帮我做气功 真的就刚开始那时候会上来 我就跟原来是说怎么会这样 可是原来是会觉得说 因为日子还是要过 他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一上去适应这种 我会有这种体质的反应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 就是把他这样撑过来 久了就好像有点习惯了 也比较不紧张 也比较不害怕 因为紧张害怕 会让你的情绪就容易更饿 所以我刚才可能是因为 在跑去吃东西 对啊 就一路这样过来 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做美法店了 真的感谢神 其实我今天上台来讲神 所算神给我们一家人的恩典 真的 感谢神就是恢复我们 帮助我们的经济 虽然好几次我跟赞扬说 我们好像快跑路了 可是就是有解决的方法 真的一直是这样 一直到赞扬卖房子卖了一年多 他去 他在卖房子嘛 在有超市 他刚去做的时候 四个月完全都没有test 然后要到第五个月了 然后每个月都要给开销 可是他从 他就是有一个case在谈 然后他们同事 他们老板娘就说 那个同事可能已经讲成了 然后那个赞扬 他就很难过我们会信 因为他觉得他会成 然后可是我觉得啦 心里的感动事 觉得好像还没成 可是后来 在那个要去阳医师的路上的时候 我就切着赞扬的手 我说神是信实的神 祂竟然会这样帮我们 你一定要相信他帮我们渡过难 我讲这样他就掉眼泪了 结果去阳医师那边 因为我们都 赞扬他有很多 那个不甘的药 回来的时候 他听到没成 然后他就很高兴 就是他成 然后从那个第四个月开始 他就开始一直成成成 成到现在 对啊 本来过年前还要签约一块建地 一般他都是在卖农地 还有房子 比较少借出大笔的建地 这次就是跟建商借宿 本来礼拜二要签约 过年前礼拜要签约 也没签成 本来在眼神说 哇怎么没签成 后来还好没签成 因为那边有 那个地上旁边有墓地 可是我们不知道 可是这个一定要诚实告知 可是这个开发的没有跟我们讲 所以这个如果卖的话 如果建商他不买的话会有争议 他已经没有诚实告知 所以有时候你看不好的时候 其实另外一面神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 他就会 就是不会让他逞 可是你之后才会知道卫生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今天要上来分享一下 我妈妈她信台湾神 就是我妈妈她好几年前 她就是有点就是轻微中风 然后好像是 不小心左手左脚还是右手右脚 右手右脚就是不能 就是中风 只能一边 然后她以前走路很像螃蟹 因为一边不方便 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就是在医院住院 第五天我就把她接下来我就要住 我妈每天都淫泪洗面 她说她为什么会这样子 然后我妈妈 那个老板娘 还跟我妈说 你这个不会好了 她就洗头 她就跟我妈妈说 你这个不会好 我又安慰我妈说 妈你不要怕 我就是那洋医师 你是她的药 然后我就是那个神 你不用担心 她会帮助你 可是我妈妈去听那个洗头老板娘说 你这个不会好 因为看过很多人都这样子 然后就没有好 结果我妈妈就更没信心了 结果就是在一天 就是也是带我妈妈去给洋医师看 然后呢 在洋医师就叫我带我妈妈去 那时候还在二楼的讲堂 在那个二楼讲堂 叫我帮我妈妈做气功 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刚接触到气功 然后就帮我妈妈做 就夏天很热 我妈很怕热 我就帮她做气功 那做完的时候 我妈妈心情就很开朗 说怎么有一股凉凉的气 其实我们帮人家做 如果人家得医治 其实自己是很兴奋 因为会觉得有效 就会觉得很有信心 然后后来我妈就是 去那个台湾神那边帮杯 她说 我妈妈就说 就是求神 把神医治她的身体 让她的身体可以恢复健康正常 就是可以正常走路 这个一半 一半就是不能正常的部分 要恢复正常 我妈妈就跟那个神帮杯 然后帮杯就有杯 然后又跑去抽签 然后抽签的意思就是说 中秋节以前会好 结果 她是写中秋节 结果中秋节以前就好了 后来我妈妈还跑去参加大地讲堂 就是我们带我妈去大地讲堂 参加那个周秋晚会 结果在去的路上唱歌 回来的路上也唱歌 我妈妈就好了 后来我妈妈就这样子 就很相信 那个 我介绍了神了 我妈妈就是很信神 就很规规矩集信神 只是因为没听过台湾神 她觉得很新鲜 然后我妈妈回她 会跟我们的兄弟姐妹说 有台湾神了 然后我的兄弟姐妹说 有台湾神 什么台湾神 她就说台湾的神 就是台湾的神 然后就会自己去讲 后来 因为长时间一段了 像之前 我妈妈她那个脚 不小心 就是细菌引起感染 然后本来是住在张基 因为她说在我那边玩 结果到张基还是没看好 然后就 又送到领口了 长个医院看 然后有住院了 住院一段时间 可是还没有好 就出院了 然后那个脚还是会 会痛痛种种的 会痛痛的 然后就这样子 我妈妈一直吃西药 后来我就跟我妈说 妈不然去给阳医师看看好了 因为都没有彻底的好 后来 我妈妈就 我就带我妈妈去给阳医师看 阳医师就是她的有水肿 不过 为什么 我妈妈跟阳医师说 她一直吃那个药都没有全好 后来阳医师就开那个药给她吃 然后说 如果会痛还是要吃西药 可是我妈去看回来 就只有吃她的中药 就吃十天就好了 就全部好了 所以有很多事情 我妈妈 我妈相信神的存在 我妈今天不是有讲到 那个狗狗吗 我们还很小的时候 我妈就说 不能欺负小哥们 因为她说 狗有狗的神 可是我们小时候 不知道狗有狗的神 是听阳医师说 圣山有狗王 才知道狗有狗的神 我就跟我妈说 妈阳医师说 真的有狗的神 因为以前都是听我妈妈说的 所以她说 你不能欺负小动物 而且你对动物好的话 动物也会跟他的神 为你欺负 所以我妈妈一直很相信 这些道理 所以就 一直很感谢 台湾神就是 要帮助我们家 在禁忌上的那个坚固 要帮助我们一家人 在身体上的那个困难 所以现在我 比较少来身上是因为 之前就是 有一些禁忌的部分 就是要忙去补这个 因为这样蛮刺激的 我都觉得我们快跑路了 结果又来 就是都有一些解决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平心心过生活 就是真的是 像我现在店面 旁边是那个教会 我后来才知道 教会的人 他们那么信神 可是以前 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那么信神 就是很相信神的力量 大有能力就是了 后来才知道 后来我也是 去教会才知道说 为什么杨音师 他一直很谦卑 很恭敬的 要我们自己去 寻求神 然后跟神祷告 不是依赖人 我也跟玉姐分享过这个 我以前就是因为 很多事情不懂 然后 就会依赖 遇到事情会依赖人 依赖人 其实你还是跟我说 你直接跟台湾神求 直接跟台湾神求 可是以前不懂 后来才知道 其实杨音师他就是 推到旁边 要让我们 直接跟神去亲近 因为你真的跟神亲近 真的连结了 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他没有在你旁边 你才可以直接跟神祷告 才会说 他没有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 好像很方丈很无助 因为 就会很害怕 对啊 以前就会这样子 像杨音师出国的时候 就很害怕 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怎么办 杨音师出国 没他的电话 现在有个同学 还有他的电话 我们又不好意思 可能是问题 学生经常一些 一些小小事情 就很多问题 因为 可是从小 我生长的 我生长的因素 就是常常遇到一些 就是恐怖的 遇到无形的事情 还是什么 就会变得很胆小 很害怕 这方面 所以以前就很害怕 后来妈妈 我觉得神的安排 让我妈妈妈妈 认识谁才知道 其实亚裔丝 他以前就是一直这样教导我 其实他的读书会 有时候 不是读书 因为他用很白话文 可是他或计 他的白话文 可能就是一个 进去的一个饮用词 然后他用白话文去 去让我们懂 这样子 因为以前亚裔丝提倡我们 一定要多读圣经 还是六祖谈经 还有那个 还有一些经 所以有时候看到的时候 才会知道 因为他一句话 就是要引述这个 他一段话 就是引述这一句 这样子 所以在这边 其实我觉得 听到很多同学 在圣山一直工作 一直帮忙 我们 我和湛云却很少付出 这样的利益 其实我们也很不好意思 很惭愧 不过还好 就是 一麦的时候有出现 我跟你讲 我又来圣山 有一个宝 很好 就是 我弟弟要他便秘 他便秘一年多 然后吃蟹药 从一颗吃到两颗 然后他有一天打架 跟我说 妹灵 你带我去给羊师看 因为他说 他便秘一年多都吃蟹药 然后他说 他如果要上厕所 就像拼命一样 快晕倒了 因为吃那个蟹药 肚子痛 然后又很出力 又上不出来 一年多了 他还去照顾什么 大肠浸泡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然后又去抽血 完全都没有问题 后来就去给羊医师看 羊医师就开那个 开药给他 然后又就要喝酵素 然后我就 我弟弟就 很有福气 就相信羊医师的话 就来圣山 带我妈妈 爬到圣山去 拜他们生下来 然后又喝酵素 然后他喝 他喝 一个月他喝我的两瓶 然后又叫我哪 他喝第五瓶的时候 我就想说 这酵素真的 这么好吗 我自己都没喝过 然后我就真的 买一瓶回来喝 结果打开 有点酒香 就开始有点猫 没有 那个酵素怎么有点酒的味道 很香 对啊 后来喝的时候 就能可以 见外整肠 感觉不错 过年前 我弟弟又叫我 帮他订八瓶 他总共五瓶又加八瓶 后来赞扬说 他是不是要拿去卖 一个人干嘛订八瓶 后来我有给我的客人喝 他们都喝的不错 也叫我帮他订了 所以我觉得 然后我儿子说 妈你干嘛订那么多酵素啊 我说其实 要做圣山的工作 其实有很多 或许在体力上 没有办法做很多 可是我觉得 可以把这个东西去分享出去 就很简单的 倒行人家和人家觉得不错 就可以这样分享出去 这是我自己想法 虽然我有时候很少在这里 可是我的心是很坚定在这里的 也是因为读那本圣经 我才知道台湾神的伟大 就是那本 那个圣经 他说耶稣是为了 他的百姓 被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我们没有读过圣经 不知道为什么耶稣 被钉在十字架上 原来圣经上说 我们人都是罪人 但是耶稣 他为了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 所以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流出来的宝血 可以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也是这样 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觉得 啊 台湾神真的很伟大 他为了我们台湾的人民 台湾的土地 然后呢 为我们流血 牺牲奉献 那时候我去 就是有一个能场去连接到 那个圣殿的时候 我觉得圣殿的能量真的很强很强 我后来才知道 台湾神这么伟大 真的 我就很感谢神 让我去 就是亲身去体验经历到 那个台湾神被十字架上 要不然 像我们一般 可能就是 过自己的生活 就固好家庭 这样子 很少会去关心到国家的事情 所以 感谢 感谢神 感谢亚师 感谢各位同修 谢谢 谢谢 谢谢说要叫我唱歌 下一次 新歌学好了 新歌学好了 好了我唱一首歌 我就说我不拒绝 我妈妈一直急着要爬上去 因为她上去 爬上去 因为我妈妈她来好几次 她都没爬上去过 就是上次我弟弟带她上去 她走到半山的时候 她在那边唱歌 我想说这也像我妈妈 真的我妈妈在半山要唱歌 因为她 她征服了她自己 她可以这样走上去又走下来 对啊 好啊 过年祝大家 心想事成 身体健康 我是Louise 就能吃福大家 OK 我唱那个 我唱了 帮我拍节奏一下 我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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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宣的一年宣堂事成 还有你们的事情神都可以帮你解决 谢谢 要扣自己去完成 你有时候要去拜托啦 就像那个稻税饱满的时候 他会低头 我希望大家也一样 就是我们共同努力 我们继续追随台湾市 感谢大家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